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了个大胖小子 好 好 你看 好啊 好啊 都是母亲请贺老太太诊脉的好处 我这心里直是无人感激 好好好 你们也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 就盼着孩子们好 孩子们好 家族就好 是 母亲说的是 给父亲母亲贺喜了 终于得了个外孙子 乖 想是老家安稳 明丫头气色更好了 在老家 吃了睡睡了吃 是胖了些 明儿 我记着 你小娘的灵位是在这儿供奉着 既来了 就娶她灵钱 添个香油吧 是 那父亲母亲安坐 女儿先行告退了 嗯 你那小屁红 怎么没中边转撞的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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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让她去吧 我去 我曾经在我小娘年前发愿 要念上七遍 太上洞穴领保网生救苦妙精 妈妈们去忙吧 是 不日即将来京 有药室相伤 此处倒可遇见 面意 借借 你妈就要来了 最大屁纹 各在外面这些日子 瘦了许多 可能也还好 只是长客没找着 容姐 跟着我受了些苦 是啊 容姐也瘦了 莫莫 有一个人跟我说 容姐本是千金归咒 跟着我四处漂泊 又想失交 以后会耽误她终身 我思来想去 还是想把容姐偷付给莫莫 也不在京城了 哥儿放心 我老婆子别的不敢说 这养娃娃总是灌手 定将她照顾得拖拖铁铁 我看着容姐也是到了年纪 该上学读书的 读书后能让人鞭是非命上罗 日后你会像我一样 轻易被人蒙骗 也不会像她娘那样 兴术不正 解释公子的血脉 定然什么都好 只是 这进学的事 我老婆子可就两眼一抹黑 弄不懂啊 这不打紧 明日 我便知道圣家二课 女子数学 我倒是只是身上 回去问问昭云不可得知 是 我海家的姑娘 从小是有学书的 我可以将容姐放过去均匀 长白兄 是 那以后啊 您这大侄人念书的事 就交给你大娘子了 嗯 以后我差人 送三个首饰盒子过去 就当是我给你俩的新婚贺礼了 好 我从昭云商量定了 给她告知你 嗯 我便走 近日试多 将我从汉林院啊 调到李姑去 我怎么开呢 来 等等 容姐 过来 来 容姐 那长板叔父啊 给你找了叔叔 以后啊 你就快跟别家的姐姐妹妹们 一块儿练书了 快去谢谢叔父 叔父受累了 顾家苏蓉谢过叔父 哎 乖孩子 等你入学那日啊 再来谢我 啊 姐姐 有了这个叔父 那些大小子里面 还是叔父吗 顾家的叔父都是假把手 只有这个盛家叔父 才是真叔父 没 以前乱说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 一家三郎 每次见到我都闪闪夺夺地 向我打听你的情况 他们是怕我还没死啊 你的兄弟心里感真的是惦记 再说了 顾家家不然有你的名字呢 家儿传出去了 又是你的罪过 怕什么 反正我不打算回顾家的门 哪天等你有空 咱俩吃酒 爹爹 我记得了 咱们护送回来的小姑姑 就是孙叔的妹妹 那天正好在又阳碰上了你妹妹 反正我也回京城 就一块儿护送她回来了 这事你千万别告诉她 感觉像我在施恩似的 你这个人啊 给了别人恩惠就懒得说 但凡是别人冤了你 就一口认下 你呀你呀 可怎么得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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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到底怎么了 前面圣诞的马车来接女卷 堵在门口呢 咱们怕是一会儿过不去 您看我们是等上一刻还是 圣诞 他们这儿老太太回京了 是啊 圣诞人跟王娘子亲自来接的 可是孝顺呢 真是造化 快扶我下车 趁着老太太没走了 我去见个脸 顺便也看看老太太跟前 圣诞的六姑娘 快点 母亲 儿子去看看车备好了那样 王大娘子 老太太 王娘子 对 在外边我就听说呀 你们圣诈的车到了 想着呀 你们真是有缘分 你看 在这儿都能遇上 老太太 真相可好啊 嗯 这么大冷的天 你还跑到城外来 这真人也能被你的诚心打动了呀 还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六的婚事 她前面几个哥哥姐姐呀 都有了着落 就是她 扣不成低不咎的 我呀 我得在真人面前多住道几回 保佑 得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才好啊 只怕你是挑花了眼才是啊 婚姻之事啊 都是上天注定的 你说说 这儿女啊 都是债 这儿女啊 大娘子老太太 听说了不准 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和郡主娘娘 动气都动了好几个月了 近来郡主娘娘的脸上 连个笑影都没有 可是吓人哪 最近几天 小公爷也不出门了 听说在家闹起来了 连饭都不吃了 三清真人哟 这小公爷哪儿来这么大义气 到底为什么不如意呀 郡主救小公爷这么一根毒苗 这 这到底什么 怎么就不依他呢 这个我哪儿知道呀 不过我倒是听说 这次郡主娘娘 是发了大火啊 劝解不成 干脆活活打死了小公爷房中 伺候的一个女使 说她红了小公爷 花一般的一条人命 你说说这这 真是罪魂 罪魁 听这怪吓人 大娘子陪着伯鸡娘子 说说话吧 我骨头老 受不得累 先告辞了 你 你你看看我真是的 一看见老太太和六丫头啊 高兴得什么都忘了 拉着你们在这儿说了半天 老太太 您慢走啊 过几日我再到府上去拜访 好好好 那我就在家扫厨 你带贵客了 好好好 老太太慢走啊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要是个聪明人哪 也该知道 那齐国公府啊 可是刀火山 还是我永昌伯爵府的门哪 更好聚意一点儿 怎么了 姑娘 府里 府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 没有啊 姑娘 如今大娘子管事 还家娘子做帮手 林小娘倒是闹了一两回 但也没成什么气候 也就消停了 四姑娘和五姑娘 还是像以前一样 互不理睬 若是对上眼了 就像乌鸡演一份 我听府里说 我听说 齐国公府打死个女婿 是真的吗 是有这么回事 姑娘 听说 是个新买的下人 叫做谭云 在小公爷房里伺候的 为什么 听说 长得有点像姑娘女 说选人的时候 小公爷一眼就看上 要到书房伺候了 后来小公爷不肯吃饭 只有这个女婿去说管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扭闹了郡主 就被 姑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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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伯爵娘子今日那番话 一来是看上你 算起来 伯爵敌伍 也很高攀了 比那华兰姐姐还高出不少 这二来 除了你那个 糊涂的敌伍听不出来 你我二人心甘明镜似的 是说给谁听的 是 孙女明白 那你怎么想的呢 事到如今 你还心存妄想 齐恒千好万好 齐光府进不当 你书兰姐姐的阴箭不远 若日后 你想回头了 你的这对爹娘 是不会为你得罪公爷郡主的 难道要我 撑着这把老骨头 去给你讨公道 明儿 你是个聪明的 须致有些事 非不为已 是不能已呀 罢了罢了 我这些年的教导 都算是白费了 你为了一个男人 神魂颠倒 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都不怕了 既如此 你又白跟我说些什么 我老婆子 有鱼 有吃 我做不了你的主 宗母 孙女没有忘记 孙女知道 我不该去想 不能想 只是 宁儿 你当真铁了心 不后悔吗 宗母 孙女 本就不敢妄想 未来的官人 能对我有多好 只想求个相敬如兵 这辈子 能够手作自保足矣 但如今 小宫爷愿意为我一搏 我 但那么一个锦欲堆起来的人 天之骄子 从来没有受过一丝的苦 如今 却为我和郡主抗衡 还闹到不吃不饮不食的地步 不如这个时候 我怕了 我退了 我就像一个叛徒 我 我对不起他对我的这番情意 我 祖母 我知道齐家能弹虎穴 郡主性格刚烈 国功位高权重 我人为严幸 嫁过去之后 免不了老日夜景星 但是 为了小公爷 他这么待我 我愿意豁出去的 我愿意的 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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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的 孙女都不休 你责罚我吧 明儿 那你日后 可有吃不尽的苦头啊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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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 这个啊 这个 快点 坐上就不好走车了 听说今年的 O12比往年的都大 太晚了 就赶不上前排了 快点 快点 你看看那样 你看看那样 穿着那样 还不是想着借着看灯会 遇见哪家完工豪梅的公子少爷 做那一步登天 攀高真儿的美梦 你说是不是 怎么了你 说到哪儿就你都害怕呀 迟了就赶不上了 来了 来了 你这是我 来 你看 他也知道 我也试不上了 他叫姑娘 布比当心理异 根主司机 司机 救 宋机 报老 过狼 报老 过狼 报老 这不是 这不是傀儡班子的吗 这街上这么多带傀儡任具的 哪个钱就贪了 这小百姓 上 姑娘 就是他来了也说不上话呀 嫌少 祝姑娘姻缘美满 多福多数 我看这边的熬山不错 比网年子要大一些 咱们去看看吧 给他们丢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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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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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姑娘发气松了 我进去给姑娘舒服头 你们在这儿等着 是 我进去 我见六姑娘一面 真是难遇登天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公子先是不吃茶饭 一直和公业娘娘对质 到昨日夜里连水都不喝了 全家上下轮番劝他 谁的话都不停 干脆把门都封了 谁也不让进 是因为那个溺石吗 那是 六姑娘 小人冒险来见你 就是想要你一句话 回去带给公子 让他有个叛徒 这才多少日子 都瘦成皮薄骨头了 走什么呀 快跑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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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公娘 薛凤芸就在感人 不知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有了 不是 这街上永远麻烦都定是出大事了 姑娘 打死小人小人也不是后悟半个数 你回去找个小公爷 他若不负我 我定是会负他 是 小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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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姑娘 这边走 六姑娘 六姑娘 这边走 小剑 小剑 走 走 走 别再带人来 走 走 走 快点快点 回家 快点 小剑 小剑 快点 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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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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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回家 走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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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大能归 朝廷接到揍报 小剑 说是判贼自称昭德皇帝 已攻下了贵巡等州县 挥师东进 军情紧急 怕有叛军的探子混进京城 这才停了灯会 驱散游人 从今日起 恢复日常早朝 各部官员不得告假 这会儿逆贼 记得年前在又阳老家 就闹过一会儿 原本以为小打小闹 不承想 竟然一路打江上来 不承认 朝廷是内忧外患 让人忧心的 我已严令全家 如无必要 不得随意出门 母亲觉得儿子处置得不妥吗 不 你处置得很妥 我 我在想 朝廷以往在北境开战 遇到元宵灯会 该怎么了还怎么了 从无断过 这会儿逆贼一不善战 二 事发禁地上远 何止朝廷急成这样 断了元宵灯会 母亲说得有理呀 可若不是贼乱 那还能是什么呢 官家日前尚起安康 公立未曾闭门 并 并无什么破天大事啊 你刚才说 巡房营在大街上 到处搜查驱赶 是 儿子本以为 是防止城内 暗藏龙贼奸细的 如若不是抓奸细 我觉得像是在抓什么人了 从元宵灯会 封街抓人 更不会有啊 你大娘子 娶她嫂嫂娘家处走动 说不定 就会带什么消息回来 慢一些 慢一些 快去拿些冰来震震堂 不防尸 不防尸 说出来或许你们都不信 昨夜 是 容飞的妹妹也去关灯 走到半路 忽然不知从哪儿 窜出一伙贼人 将她掳走了 容飞的妹妹 容飞燕啊 不是她还有谁啊 容飞的嫡亲妹妹 那是何等尊贵啊 就在汴京城里啊 在元宵灯会下 染上给撸了去 莫不是你 嫂嫂娘家浑说的吧 官人你自己 哪听不着内情 你可别当我们 王家的亲戚 在汴京是吃素的 你是不好做官的 下辽说两句参想一下 你非要挤个人不肯 也罢了罢了 这就她娘子快说 一屋子等得及呢 要说呀 这容家二姑娘 也该找倒霉 那大街上挤得水泄不通的 她非要下车去看那大敖山 十几号匍匐家丁围着 一转身人竟然就没了 莫不是冲撞到了什么 见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吧 天子脚下 元宵盛会 竟然丢了王公贵女 这世道要乱 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 是 大娘子 兵来了 驾 驾 驾 展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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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容家送料吗 驾 驾 靖豪车 这个元宵有什么豪车的 今儿还给停了 有了南疆的反贼 就有胆大的敢掳掠皇家贵女 近日皆是 不完之有什么稀奇 怎么就要拆花灯吃熬山了 好好地一个元宵 竟给那容飞宴给遭奸 别瞎说 这事听着怪吓人的 那个容家 不过是个瓦匠出身 王日丽容飞宴 仗着小容飞的事 骄横跋扈 什么雅籍实惠 都拿下巴尖看人 还贴着远若哥哥不放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他这样恐怕是活不成了 你出去以后不许胡说 把每一句话都给我憋在肚子里 我tal上 我去就离开了 然后我把您的居住 时啊 不许胡说 你去不许胡说 你都叫我家里 你确定了 我不是 你 我没看到 ай 阿肚亲ales 阿肚亲ales 管闹 怎么还打啊 走嘛 快点 开来 开门 开门 如何 外面太平息了吗 街上倒是不乱了 买卖照做店铺照开 人也不少 可街上到处都是 熏城的官兵 都这么久了 海荣耳姑娘的人 还没抓到 都说是贼了 哪那么容易被抓到啊 怎么抓不着啊 汴京本地的 是左林右舍 都有宝人 外地行客 也有路易 家家户户 一荣一处 都在案有策 怎么就抓不着呢 这只猫应该抓出来了呀 我在路上还听说 龙家的国舅业隆昌 在文德殿上哭得死去活来 龙非在后殿头哭怨了三次 皇后娘娘说动了官家 进军都出来了 我路过府衙的时候 龙家正堵在外头不跟走 说是好几天 都没见到府衣大人 那外头这么乱 见着不为了吗 我在外头转悠了好久 别说不为 连麻雀都没见到一只 姑娘 我明日起 日日等到国公府去转业圈 不为也不会一辈子都不出来的 对吧 总能等到她的 姑娘 我明日起 她若是有心 消息总能送出来的 都是我们 千万别乱了章法 让人拿到了把柄 是 既然小公爷见不着 那我就先去一清棍 见见我姨妈吧 外头这么乱 只怕主君和大娘子 是不会让姑娘出门的 你要出门 外面正不太平 你父亲千叮万主的 叫女孩子家 不要到处乱跑 你可倒好 专会给我出门听 年前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 只因为事多才耽搁了 昨夜 女儿做梦 梦见了小娘 她则被我不守信弄 瞧着如今元宵已过 特恳请大娘子准许 既然官人答应你 那你就应该去求她呀 我虽是大娘子 却也不敢擅自做她的主 早日父亲向祖母请安 女儿已经禀落了 父亲叫我来请示大娘子 说 那幅事务 派车用人的 终究还是大娘子说了算 这道也是 如今官人呢 是事事都要问了我 才点头的 那你就去吧 今天就把东西预备齐全 明日天亮就出发 日落前务必回来 不可在外面的 谢谢大娘子 咱们 你们在外面守着 姨妈想实家里有事要求我 又不好开口 我去与她多说两句 好孩子 你可来了 我们一进进就听说 街上出了大案子 只怕是你这样的贵女 出不了门来呢 姨妈 什么事这么急 我带人来吧 我带人来 小迪 小迭谢谢 姑娘 姑娘 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 小迪小迪 小迪那个懒丫头 把你照顾好没有啊 她把我照顾挺好的 还在外边呢 快坐快坐 真好看 对 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着 能把这个还给姑娘 这是小娘唯一的嫁妆 日后得跟着咱们姑娘 一起嫁出去 你 你没用这个银子 那 那你这是怎么过的呀 太平盛世 哪里没有火路啊 谢谢 来 给你戴上 我知道 东西一定不是你拿的 也是被人陷害的 刚才我的世界 都过去了 重要的是小娘 你们想过了 除了林小娘屋里 没有旁人了 这次我带来的 还有一个朗中先生 等着 我去把他叫来 你们找到他了 就是那个当年 给咱们小娘看诊的 张朗中 张先生 我方从相爱 采药回来 连城门都没有进 就被你们千里头头 拽到便宜 这边 我家里还有一堆病人 等着吧 烧烟雾噪 烧烟雾噪 坐 请坐 要问什么赶紧问 先生 您还记得 那日的事情吗 你才知道当年的事呢 我的病人万万千 做一个药 我记得 又一个药 我记得 我能活到今天 浪先生海涵 我因五十关心则乱 只希望先生 您能回想起当初 给我小娘看诊仪式 医解明南多年的心结 我也不是臭你 只是之前都贵心多番解释 多年之前的事了 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我总不能胡乱回你 我反而误事 可他就是不信 硬要托我来 您一定要记得 若和您不相干 也就再也不会有人 去您家门外 牵尸打探了 我真是记不得了 我真是记不得了 我总不能随口胡周吧 我记得 当初您给我小娘 看诊的那时候 有个贵公子 在扬州堕河 我家遍布关闭 整个扬州城 也在四处寻找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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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先生不必担心 定把卫小娘看得安安稳稳的样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家 你家稀稀得很 是小娘管家 不是大娘子 没错 就是我家 没错 就是我家 你们家当年来请我的时候 我心里还十分高兴 想着若能搭上通判府 以后就能跟官府有个长久的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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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后来就再也没人来请过我 是 那天发生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 我是先头 给小娘看了 后来又看了一个 后头那个身怀六甲 我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临盆了 对 对 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瞧完孕妇 就去找仙头的小娘回话 我说孕妇胎身有些大 但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只要看着孕妇令她不可滋补 清淡饮食 多行多走 一定能平平安安 早餐吃这个 实在是太过奢命 小娘受了惊吓 吃得尽养不得走动 不得走动 北京的小娘 你不得走动 我只要在那里 我这也不得走动 我只要帮你去 你不得走动 我只要帮你去 你不得走动 那位小娘 才是有血崩饿死 连带着肚子里的孩子 都没了 什么 这不可能啊 只要少吃多冻 孩儿一定能平安落地 若是有人拼命给他塞针 修美味 还要他多加修养 这不是胡闹吗 那定会 太大难产啊 您敢对天发誓 劝无虚言吗 我对天发誓 绝无虚言 明良那丫头今天又出门了 说是去郁清坤做法 哪那么多法师做 本事有什么别的事吧 小娘放心 我男人在阳龙州守了好些天 那位曾经给魏小娘看诊的蟑螂中 一点总细都没有 没有证据 看能献出什么风浪 我能看能够 你 我会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